我兩天前加入 第一件事我發現 我桌面沒有電話的 第一個星期還有 第二個星期我收了它 你用手機電話 就已經用了PC 所以我在桌面沒有一個桌頭電話很久 我是用手機電話和手機電話 手機電話當然是我們自己的軟件 那時候還在用手機電話 去年年底就已經連PBX都沒有了 所有都是我們的軟件 我現時在Mermsoft 除了customer contract 一定有black and white 或者NDA agreement 一定有一張紙 除了另外一張 就是我們公司部車的approval 其他所有的expenses report 所有買東西賣東西 discount 什麼approval 拿價 申請價 什麼東西都是系統 其實我們現在走下去 總括來說 我們的看法就是 我們offer了什麼呢 我們offer了三個屏幕 一個好玩的 三個屏幕 就是cloud cloud 剛剛我剛才說了 包含了我們business 和consumer的service communication everything 我們的vision 將來應該站進去 個人也好 你要去做任何事情 無論是做事也好 玩也好 或者拿information 大部份的時間 你都會通過cloud 在cloud 拿app 甚至我個人說 可能將來的app 都不用下載 總體來說 我們就是用Windows Phone就是Windows Tablet PC 不同什麼form factor 都是用Windows 8 所以Windows 8 在我們策略來說 是一個極其重要地位 如果Windows 8 不是這樣的時候 就很麻煩 這個unified communication 的collaboration 那個industry 經常說這件事 其實我們來講 有五個platform 五個東西 第一個是email 第二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現在叫link 就是IM Messenger 和video conference 那個 第三個就是content management 就是用我們sharepoint base 就是information sharing collaboration 基於這個software 第四個就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五個就是enterprise search 其實這五個東西 我們自己用 就是什麼 都是基於這五個東西做的 其實你想一下這五個東西 E-mail voice 開會 打電話 IM messenger information sharing 找information 做business intelligence 白領的就是用這五個東西 我們不用拿坐頭 是嗎 你白領做工就是用這五個東西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是一個total speed 就是這個 這個total speed 支持我們全世界八九萬員工的技術 所以你如果當我們後面IT是cloud 就是我們自己正在用的了 什麼 不用所有office 我都是用回自己的東西 除非我自己不做 我們沒有辦法了 其實Microsoft就是很 這個是一個Microsoft的culture文化 如果我自己寫的東西 我自己做的東西 我自己用的東西 還要我們像電話一樣 這個就是試驗品 每個人都會收的 很過癮的 我們就自己用的東西 所以我們知道用的時候 經驗是怎樣的 那個saving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比我的客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這麼大的公司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基於這一套的運作 其實如果你說 現在很多公司都沒有電郵 就不用客人 SME其實對於來說 在taker advantage 雲端是最大的 最好的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計算過 譬如我們今天有一間sme 是十個員工 我需要十個account 我需要e-mail 也有IN 即是messenger 也有voice 也有content management 一個package 我們charge是24元美金 一個user一個月 它是十個user 一個月是204元美金 十二個月轉回港幣 就是二萬三元港幣 一年 你二萬三元港幣一年 你請個IT人都不夠 是嗎 就是那個savings 對SME是很大的 是差很遠 在365之外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還有一個plow service 叫azure azure azure 就是一個cloud的application平台 這個平台 就不是provide e-mail 而是一個基本平台 所有customer developer可以用的 最初就是 那些developer 嘩 這個平台就是這樣的 就是paper use 你用多久 就charge你 cpu time storage space 和network bandwidth 即是說 你 譬如developer 我想寫個application 我只想用兩個星期 那你就可以租用兩個星期 然後我做完了 那我就不用付錢 一個prime example 就是我們發覺 就像Television TPB 如果你有留意 TPB 就有TPB分的東西 那個是一個interaction medium between TVB 和那些viewers 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單向的 那就跟我們 和那些partner聊 最後呢 現在就是 我們有六個星期的時間 和他寫了這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 做得到就是 大家知道 用戶、家庭意見 家庭觀眾可以投票 或者給意見 這是一個新的渠道 是allow TVB 跟它的viewers 和觀眾去溝通 那這個interesting thing 就是那個software 本身 是坐在我的Asia上面的 它有能力 是十分鐘之內 可以compute 如果你二百多萬個 香港有手機的人 一起按 去選香港小姐的時候 我十分鐘 可以和你compute 那些forbes 最漂亮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它要自己 整一套system 出來處理 有能力處理 這樣的大的volume 因為不像 二百多萬個人 按的時候 它要幾千萬 你投資 而用我們Asia後面 是完全不同的 它第一個 它不用買機 它就寫上我 我寫了一個program 在我上網上 用十分鐘 三個小時的店 他們就給三個小時的錢 是說幾千元 幾百元港幣 就是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天堂地的expans 我想 2012年 我自己看 就是大行其道 就是mainstream 大部分都會用 都是cloud service 而cloud service 我相信 會 pick up 最快 都是email 都是email 因為那個 基本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 email 加上messaging 這個presence 那些都是 我們見得到的 和經驗所見 就是中小企 企業 甚至每個人 都要一類的communication soft 的service 這個應該是 這個 2011年還是最厲害的 當然 比如電話 其實已經是大行其道了 所以我就不再講 記得 cloud那邊 我相信 pay cloud service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法 請問 通連 有 有 听說 到 感谢观看